现在社会上出现了以征信修复为关键词的广告 广告里经常会配上银行发出的征信信息修改的短信截图 甚至还有与银行客服通话的视频 那么实际上这些都是典型的征信修复诈骗 征信修复不可信 不仅花冤枉钱还会泄露个人隐私信息 凡是声称合法的收费的征信修复都是骗局 任何人都无权随意删除修改征信记录 那么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第16条规定 征信机构对个人不良信息的保存期限 似不良行为或者事件终止之日起为5年 超过5年的应当予以删除 因此信用报告里的不良信息 任何人都无权随便更改删除 同时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第25条规定 信息主体认为征信机构采集保存提供的信息 存在错误遗漏的 那么我们有权向征信机构或者信息提供者提出意义 要求更正 那么如果发生逾期 应立即把欠款还上 如果还有贷款信用卡 那么我们要寄清还款日期 做到按时足额还款 定期查询信用报告 主动关心自己的信用记录 如果发现信用记录有问题 应当及时提出意义 以便得到纠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